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计49名学生报名 在这次竞赛中看到了许多优秀的学生 在语文方面的才华和表现 他们不仅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展现出色 还在朗读和演说环节中展现出了自信和魅力 在这个竞赛中 我们看到了学生们对语文学习的热情和努力 他们不仅在学校上课时认真学习 还会利用空闲时间多读书 多练习 以提升自己的语文能力 焦西香常张永德表示 这次竞赛不仅是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也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通过参加这次竞赛 让学生们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语文能力 还能培养自信和表达能力 各组将选拔前三名优秀选手 演说及朗读取前两名代表焦西香参加9月7 8日举办的宜兰县语文竞赛 期待各参赛学生在未来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